国道上一辆黑色轿车斜停一旁 只见它后保险感被撞掉 车体向内凹陷后挡风玻璃也全没了 碎片四散在地 另一台银色箱形车 左侧车门整个脱落玻璃也碎成蜘蛛网状 停在不远处的继承车 引擎盖也被撞到掀起 紧销货报到场 好几台脱掉车和消防车在现场待命 地点就在国道一号细止五谷高架道路 南下19.4公里处 今天清晨五点多发生四车追撞车祸 造成一男子受困车内意识不清 另一名男子头部撕裂伤 和一名76岁女子轻伤 三人全都送往医院治疗 而因为这场车祸 造成该路段交通拥塞 可以看到画面上右侧三车道 挤满长长车笼 一动也不动地塞在国道上 和隔壁车道形成明显对比 虽然一度塞报 警方以最快的速度排除事故 回复交通就怕影响民众的上班通勤